Hello 歡迎大家一齊欣賞 由旅遊局首次主辦的 澳遊澳門無人機表演勝會 今晚的首場欣賞會 是由來自深圳的無人機編隊 呈現以澳遊澳門光影節為主題的 精彩表演 大家可以見到我們 南環湖水上活動中心那邊 有300架無人機緩緩的聲控 開始變化出不同的圖案 顏色亦不斷變化 似乎要為我們第一個呈現的圖案 做足熱身準備 我們見到無人機一排一排 整齊地排列好 隨隨升空 馬上換變成一個巨型的熱氣球 今晚的澳遊澳門光影節之旅 馬上要出發 大家準備好相機和興奮的心情沒有? 來吧 熱氣球 緩緩緩地由南環湖水上活動中心 飄向雅民湖畔 確保我們在南環湖一帶的所有朋友仔 都可以清晰地欣賞到 我們的無人機表演 色彩繽紛的熱氣球 緩緩地飄過 整個畫面是由一圈一圈的無人機組成的 就像我們無邊無際的浩瀚宇宙 生生不息 在天際光環照耀之下的澳門閃耀奪目 入入生廢 有無人機表演點綴的南環湖夜景 今晚的澳門真是特別漂亮 三百部的無人機開始慢慢地降落 慢慢地下降的過程中 宇宙的形態開始轉換成 閃閃發光的星星 它們聚集又分散 而這一滴金露 在南環湖的上空 慢慢地引育出 澳門特區區化 在夜色當中 蓮花盛海 外圍的水滴圖案 慢慢地分散 再聚合 閃閃發光 逐漸形成一個 心形的圖案 這個立體的心形 溫暖地包裹著整個盛放的蓮花 然後蓮花當中 我們慢慢幻化成澳門的蒲文名 Macau 這一幕是預意住 澳門永遠都在我們心裏 看一看 馬國廟 澳門旅遊塔 大三巴牌坊 東望陽燈塔 將幾座標誌性的建築物 全部都帶到我們面前 接下來要閃耀登場的 是澳門旅遊吉祥物 麥麥 她頭頂是東望陽燈塔 手上亦都拿著一盞燈 隨時準備好 帶大家夜遊澳門到處探索 麥麥帶我們由澳門 無人機逐漸變成文字 澳門 還有 Macau 中文加浦文 正正代表著澳門 就是中蒲文化融合之地 無人機開始準備著下一個圖案的同時 她亦都帶著閃閃生暉的星光 為大家帶來了 我們在澳門中蒲文化 經常見到的其中一幕 就是中國傳統的文化之一 相當有活力的省絲表演 時光隧道已經打開了 呼應著我們今年澳門光景節 火星想旅行的主題 我們安排好火箭 接載馬爾斯人來到地球 和大家見面 希望各位市民、遊客 和我們邀請來的馬爾斯人 一起在澳門遊樂 除了無人機的表演之外 還有我們2021澳門光景節 亦都在今晚同時啟動 踏入十二月 澳門將會迎接越來越多的遊客 希望疫情早日退去 大家可以安心出門旅遊 安全而遊 魅力澳門 一起推介更多的朋友來澳門玩 ヽ ノ 大日的緊援 旅遊樂 只用萬物點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